疫情中的世界让很多情况改变 原来古典的被遗忘在历史里面的一些传输行为反而受欢迎 因为大规模的复杂的不管是人或是货的流通 都认为会有层层传染的危险性 在美国康乃迪克州有落农业者恢复了以前送牛奶员的服务 把新鲜牛奶就直接放到家门口台阶上 这种牛奶从生产端直接摘配到顾客端的家里 已经消失了好一阵子了 现在业务量大增 维持社交距离减少到公共场所 完全改变了全球消费者的行为 像这种食品杂货宅配的需求在美国火速增加当中 因此不断的有业者要加征人手送货 一场新冠疫情破坏美国农业 税务和落农产现的供需平衡 不已久放的蔬果 现在被迫丢弃销毁 猪汁 鸡汁的深处面临安乐死的命运 纽约州这间由第七代经营的牧场 倒掉了七千加仑的牛奶 因为消不出去只能等着腐坏 而这是他们从没遇过的事 新冠病毒肆虐美国 餐厅关门 学校停课 农产品原本的供需陷入失衡 好比说这间位于康乃迪克州的牧场业者 删不转路转 他们很快地改变了策略 将牛奶转而提供给缺货的杂货店等等 同时意外地发现 牛奶宅配需求大增 牛奶是不少家庭的必备食品 有鉴于疫情外出采买不方便 新鲜牛奶直送到家就成了商机 也代表着一度被时代遗忘的送奶源 将强势回归 这间业者的祖先 在1893年就用马车挨家挨户的送牛奶 只不过这项业务 因为时代变迁 1992年走入历史 没想到因为新冠肺炎 消费行为再度改变 类似这样的食品杂货宅配需求 正在增加当中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食物 尤其经济受到新冠重击 许多家庭正在挨饿 纽约州政府拨款2500万美元 将农家牧场以及急需食物援助的人连结起来 以来可以帮助农民在疫情下维持生计 也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 新冠疫情改变大众的习惯和生活 但不变的是人们互助的力量 在这场对抗病毒的马拉松 持续坚持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